我要在我们的负责人团队当中 在家里 这个人 就是钟蕾 雷子 连你也有事搬着我 现在想一想 真应该啊 就放你到基层去锻炼锻炼 你知道 你们这些警校毕业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一毕业出来吧 个个都觉得自己是福尔摩斯 一到了案子里头全都是理论 不过你还行 这两年 进步挺大的 就是你这个脾气啊 你得好好跟我改一改 你说你这个性 如果让你去当特勤 那不得坏事啊 也坏大事啊 张队 说到特勤 咱们基督队肯定有了 我这经常猜啊 猜不出来 你要是都能猜得出来 那还叫特勤啊 反正我都觉得 那肯定是特刺激的事 要是我 行了 你要知道 特勤工作 他们承受的压力痛苦 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 好多特勤工作者 就是在结束任务以后很久 才能回到日常生活里头来 还有好多 就再也回不来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都说你吧 你怎么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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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你跟杨靖的事 不是 这事你也知道了 在基督队 我什么事情不知道 好 说 我们还行 叫朋友 朋友 朋友 行了 也别担心 对于情感问题 我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不过有一个原则 绝不能影响工作 我保证 这边一定要放心 走吧 回家 张队 不是 这表可不错 没什么 不是 您什么时候买的 我 不是我买的 朋友送的 这 这国际大牌 什么朋友送这么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刚跟你说完 晚上回去 保密条例给我抄十遍 明天交给我 张队 您也太狠了吧 我不问不就完了吗 我要现金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发明 昨天你还支支吾吾的 今天怎么这么痛 是不是 遇上什么事了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你要还是不要吧 你不说清楚我哪敢要呀 别急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在广海 我不敢收的货 没人敢收 我信 月娜 我也是遇到坎儿了 不然 我也不会来找你 我也信 这样 五折 我全收 准备好现金 我给你打电话 雷子 你真认为老米做那事了 彭哥 我知道你跟老米的交情 我也不希望是他 不是 我昨天我亲口问了老米了 我跟你说 人老米说了 说他没做过这事 真的 你看啊 迪文 你说盛容堂现在还剩下 就剩老米 还有大象 我跟你说 我是真不希望他俩 再有啥闪失 看样子 老米真是遇上麻烦了 不然他怎么会五折卖给我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我管他呢 反正盛容堂现在不给我货 有了老米这批货 又能长一点时间 到时候 就有人会饿死了 如果这个麻烦来自盛容堂 这件事就复杂了 你什么意思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就二十万 叫人把全准备好了 是 来 什么 我知道了 我去处理 老米 老米可能要出事 那又咋了 你跟我一起去就知道 我们有个疹 没关系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 老米他没干过 什么事都没有 行了吧 行啊 你这样就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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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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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有事 我们来也一样 放心 钱我们带来了 等等 殿后的练绩总该有吧 好啊 见吧 你们快点 我赶时间 谢谢 雷哥 不 雷哥 怎么才来啊 来 老敏 钱都不数一数就走 也不怕他们把你坑了 你们联手陷害我 你跟我说过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做吗 炮子 没想到 你跟他们一起联手设计我 你自己选的路 怪不得别人 炮子 是李明浩他们逼着我怎么干的 我不想了 救救我吧 李明浩为什么陷害你 还不是因为你偷偷的 和陆老伟交易 这个把柄在他手里握着 你是那事儿 老敏 是不是这样 炮子 老敏毕竟是盛龙涛的前辈 你看 盛龙涛把他当前辈 可他压根就没想到 和他什么人当 老敏 老敏 找什么急啊 我这说好了晚上九点了吧 放心 一人倒前倒 我的船都倒了 好 他的人和钱都倒不了了 好 他 不 炮哥 看在我跟你说十几年的份上 不 放过我这次了 不 老敏 老敏 这件事情怎么处置 您来挺多 盛龙涛有盛龙涛的柜 待会儿 多多次了 咱们合作愉快 翅秋 拖网就留下了 你钱你们拿走 咱们合作愉快 凭什么 这也得问你们大小姐 这要得问你们大小姐 不是 那个 是 什么 是 喂 他们要把货拿去 给 那嫁嫁呢 按老你答应他的车口给他 我们盛容桃 绝不识新婚 是 答应给你这个价格 是因为老米的事 我欠你个人情 可是 仅此一次 下次 我输了算 当然 我这个人呢 一向是尊重女士的 尤其是美女 大家听 我本来想 趁送货回去的时候 摸清货丧的位置 可是没想到 李明浩把货给留下了 那批货到了他的手里 还不知道有货害多少人 变数总是会有的 你不需要太自责 李明浩拿着这笔货 不外乎是想着卖 只要我们派人盯紧了 总会抄回来不少 可是你现在 最重要的任务 是查君子兰 只要查到了他 就等于切断了 整个广海地区的毒脉 证明端调医护 意义要重大得多 我知道 我一直在试探刘曼妮 可是每次当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继续 所以现在看来 想要接触到君子兰最便捷的方式 还只有通过刘曼妮 你务必用你足够的实力 去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我知道 看来 玻璃需要搬成几次漂亮的交易 有我在 你放心大胆地去做 你别闹着 我 蓝老板做事 肯定有他的道理 副带 你在李文豪身边 给我安查一个人 明白 说实话 有时候当老大 挺好玩的 可是有时候 真的很烦 这么多人帮你 你烦什么 以前了解的江湖 是在电影上 非常刺激 可是真的见到江湖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电影上讲的是道义 线书中讲的是利益 说到利益呢 骆驼和眼镜他们 已经断过很长时间了 你看 咱们要不要 给他们再补一批 之前倒不是不可以 可是现在真的不行 为什么 我们刚刚卖给李明豪 一批五折的货 你让我们怎么定价 亏一家我们受得起 亏这么多家 真不行 说曹操 曹操来了 喂 李老大 我遇到奇怪的事了 什么奇怪的事啊 正安平时吧 我这三十多个厂子 每天至少能出两三百块的 可是自从收了你这批货 每天最多能出二三十克 有的时候连十克都出不到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那确实是很奇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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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帮不了你 可能是你最近没运当头吧 要不要来我们盛容堂拜一拜 我们的关公很灵的 大小姐 你就别拿我逗闷子了 这要是平常其他的东西 卖不了还能退 可是这玩意儿 压在手里这么多钱 这可怎么办呢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好吧 那等我慢慢想 怎么说 你也是替我干贴出货了 对对对对 笼老板不会不管吧 那我等你好消息了啊 货卖不动 鬼才信 这个吕明浩 不会又搞什么鬼吧 不知道 回头让福仔他们查一下 不管他了 来 来 好 什么都别的 打开 李明昊 这边最近 根本就没有出货 他干吗来这儿出啊 不知道 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 我们给他退货 本来我这儿给他 已经挺郁闷的 既然他不知去 正好收回 大小姐说货卖不动的话 就退回来了 好极了 盛荣堂就是盛荣堂大器 你们把钱准备好 明天我就派人把货送回去 价格吗 就按现在的市价好了 什么 他要我们按市价退给他 他疯了 我们五折给他 他转身就想按市价退 做梦 告诉他不可能 我是谁 我是炮哥 对不对 我啥没见过 我啥师妹没见过 对吧 对吧 等一个 这明着找事 他把生龙堂当什么 傻子 不行 这口气我忍不下 完全忍不下 你们作为盛荣堂的负责人 他就算了 简直是个废物 我不是废物 你作为盛荣堂的负责人 这事怎么处理 我总觉得 吕明昊最近这一系列的行动 他的目的 好像是为了激怒我们 好啊 他是不是以为 没有吴庆荣的盛荣堂 就好欺负 那他得逞了 我怒了 和盛荣堂倒翻 就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得罪了盛荣堂 就相当于是得罪了蓝老板 他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胆量 我也在纳闷呢 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我觉得他是想引起 蓝老板的注意 蓝老板 本来就知道他 有这个必要吗 他是想让蓝老板知道 在广海地区 只有他吕明昊一个人 敢挑战盛荣堂的威胁 假如有一天 大小姐想放弃的话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接管顺利堂 他做梦 他现在 已经严重地激发了我的斗志 你们听着 只要盛荣堂在 我就绝对不会离开 好 既然你有这个决心 我就给你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 按照吕明昊说的 给他退货 你也疯了吧 你也疯了吧 也许吧 你们先听听我的计划 上轮子 坦队 好 孖高 祝福 太危难了 哦 不应该 这个刘曼妮 居然同意安事家的 他疯了吧 他 这刘曼妮肯定是怕了咱们浩哥 女人嘛 毕竟胆小 你闭嘴 这是什么事远 这些刘曼妮肯定是痛的 刘曼妮肯定是怕了咱们 他的刘曼妮肯定是怕了咱们 你决定了咱们 这些刘曼妮肯定是怕了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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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等咱们 干掉咱们 等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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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晚上没睡好 昨天晚上跟干爹聊了聊 这件事 蓝老板怎么说 我才不跟他说呢 我还特意叮嘱福仔 不要跟凯文提起 起码在搞定李明浩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说 其实啊 李明浩最忌惮的就是蓝老板 是找蓝老板的出发 这件事情很容易解决的 绝不 我才接管盛容堂 就被他继服成这样了 要是被干爹知道 他肯定觉得我没弄 这样多没面子啊 我不要 好 喂 报告 雷勒 我跟你说 我那个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一笔蓝帐没收呢 你得帮我收了去 喂 以后这种小事你自己处理 要是不行的话 让耀阳去帮你 中雷陪我呢 他没空 不是 我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老让他拿你当小弟使唤 知道吗 好了好了 吃饭 好 哎 炮哥 我跟你说什么 雷陪 人家现在不听你使唤了吧 你不信呢 现在信了吧 不是 人 雷陪没说不行 雷陪现在有事忙着呢 对啊 他现在是忙着呢 他正忙着搂着那大小姐 亲哪 不是 你看你那啥表情啊 我跟你说雷陪现在是负责人 人家有好多事得忙的 我就知道你得要护着他 这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拿人雷陪当兄弟 对啊 但是你知道人雷陪拿你当兄弟吗 炮哥 不是我说你 你想想 如果要是没有你 他能在盛红堂混得下去吗 这些年不是都靠你招着他吗 人家现在是圣荣堂的负责人 大事小情人家说了算 你呢 玩单曲 嫉妒 咋了 我跟你说雷子是谁 我兄弟 我带出来的兄弟 我带出来的兄弟 那现在是什么呀 老大 所以啊 我脸上有光 行 行了吧 还你脸上有光吗 我说你就不能这脑袋开开窍嘛 那这么些年了 那过河拆桥的事还少见了你 雷子的事不可能地 我就跟你说吧啊 当初呢 当初什么呀 当初人家刘曼妮接管圣荣堂的时候 你知道刘曼妮跟钟雷之前就认识吗 不是 咱话再说深一点 那我还怀疑 刘曼妮跟钟雷俩人商量好了呢 你再想想 容叔那事 这事跟雷子没关系啊 我跟你说了 都说了这是小街 对 所有人都说是小街 你有证定吗 说不上完了吗 所以我说 万事皆有可能 你能想到 墙子和大海 都是 这个吗 你能想到老米会干出那种事来吗 所以我跟你说 盛容堂跟着容叔的老人没几个 咱叫 舒服一天是一天 就这样 哪天一不小心 还得让人家给 不是 你啥意思 那句 老花怎么出来的 祸从 出 接着说 来 妹子给哥使点劲 这儿 好好好 舒服 怎么了 那个 来 你不是还想听那个废物办事吧 到底谁才是你老大 你啊 你是我老大 只此一死 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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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也不知道 是 是 是 那儿 是 这 这实在是不可理喻 钟蕾 我是来听你恋爱烦恼的吗 我是说 他居然要把吕明浩退货的事情 瞒下来 不告诉君子兰 你去哪儿去了你 前不久我还警告过你 跟刘曼妮之间 千万不能动真感情 我没有 你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没有 你说 你是演员 在戏里边儿爱得死去活来的 恨过人 拔了皮 抽了筋 这戏拍完了 他们是怎么脱离出那种情感 可是 拍戏吧 几个月就拍完了 你 不像我 我 你 好几年 每时每刻 每时二 你知道吗 为什么每隔几站 都爱碰起来自面 你是怕时间长了 都不知道真话该怎么说了 我 我现在觉得吧 我每天都得散开 我跟谁都得散开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时候 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每次刘老妮问我 她们说 我怎么没见你有什么朋友啊 我说有啊 厚哥 我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就谈了一下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这的确很痛苦 我 可是 可是我是警察 我先生 有使命 我向警徽发过誓 我知道 你放心 你放心 现在 盛荣堂给骆驼眼睛他们放个货了 吕明浩那边可没什么余量了 你也 你再过去推动你吧 咱们来什么来什么 行 我马上就安排 好 嗯 你cover你 你放下来 你换个个个心情 分酷 我说吧 你没有你过来 你 fantast的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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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assaulted你 听说盛中堂 给他们几家个公共的货 而且价格比他们低 刘曼妮这是赔钱赚腰狠 让那几个杂碎围锥堵捷我 这招可真够狠的 郝哥 出事了 怎么了 老虞让警察给抓了 老虞 黄阳小点的一个毒蟲 他们俩一直在尽联系 告诉王阳躲一躲吧 别让那个老虞给点了 我上 你的上家是谁 是个姓王的 都叫他王哥 这么一叫啥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从他那里拿货的 就一次两三包 三十包这样 都是他开车货来 就在马路上 我直接给他钱 他给我货 完了就走了 他住在哪儿 不知道 他经常和什么人联系 不知道 他经常去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要带一本三股之 对你可不客气了 李渭真 隐瞒真相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 他跟什么人联系 我真不知道 他挺小心的 从来没有过提起他的上家 也没有说过在他那拿货的人 不过我知道 有个人也是从他那拿货的 谁 是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小子 经常在超音波舞厅看见他 我真的把他打破得了 你不能说过 我真的把他打破了 你了 这就是他 我怎么这么做的 你怎么这么说 我怎么就不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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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关的贺老三说里边有茶 贺老三 别听他手大我这什么都没有 行了兄弟 我跟贺老三是发小 帮我玩 好 好